中国新疆15日刮起沙尘暴 瞬间阵风高达12级 导致200辆汽车500多个人受困在公路上 汽车玻璃窗都被吹破 或就民众说 在当地住了几十年都没遇过这么大的风 中国北京的手机正进行实名管制 北京电信、北京联通、北京移动等三大电信商发出公告 从10月15日起 对于非实名手机将分批执行停机政策 最晚到10月底 非实名手机的将近上亿用户将全部停机 有消息指称 六四最后被囚禁人士苗德顺 15日可以出狱 但前去监狱门外守候的记者和民间人士 却没有他获释的消息 而监狱方面也拒绝披露情况 新唐尔特电视整理报道